近几个月来 英国重病男婴小查理的命运 牵动着全世界的关注 昨天病痛的折磨 最终带走了他幼小的生命 而这场漫长而又曲折的司法纠纷 也引起了英国各界 对医疗伦理的讨论 还有一个星期 小查理就将迎来人生中的第一个生日 然而命运的捉弄 让他没能熬到这一天 我们可爱的小男孩离胎了 我们为他感到骄傲 一句短短的声明背后 是小查理父母长达数月的悲伤与煎熬 去年八月小查理降生 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 都给夫妻俩带去莫大的喜悦 然而这份喜悦没能持续多久 夫妻俩发现一个多月大的小查理 仍然无法像同龄孩子一样活动身体 在送医检查后 小查理被确诊患上了罕见的 线粒体耗劫症 孩子的病情迅速恶化 他难以睁开眼睛 四肢无法动弹 只能依赖呼吸机维持生命 医院建议小查理的父母结束治疗 让孩子有尊严的死去 但夫妻俩不愿意就此放弃 他们希望将小查理接触医院 送往美国接受实验性治疗 然而这一请求遭到医院方面的拒绝 事件随后被提交至法院审理 今年四月 英国高等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 相继宣判小查理的父母败诉 并同意医院在六月三十号 关停呼吸机 为了守住孩子最后的生命线 小查理的父母 征集了三十五万人签名的请愿书 大批英国民众走上街头 抗议法院的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 也在社交网站发布状态 表达对小查理父母的支持 舍利的治疗 舍利的治疗 如果他还在战斗 我们还在战斗 我喜欢他 谢谢 舍利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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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漫长的诉讼程序 小查理已经错过了 最佳治疗时机 本月24号 小查理的父母宣布 放弃赴美治疗的努力 夫妻俩希望能把小查理 从医院接回家 陪伴他度过最后的时光 然而这个请求 依旧没能得到法院的批准 小查理最终被送往 临终关怀机构 呼吸机随即被移除 只留下父母的遗憾 和全世界的叹息 英国多家媒体 纷纷将小查理的照片 登上头版头条 生命已逝 而争议未惜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法院计划 也许可不可思认的